团建可以容纳100人左右 一共有30个房间 农庄里可以充电 方便这个有电车的朋友 充电用 农庄里可以烤串 可以打冰邦球 可以露天烧烤 可以聚餐 也可以团建 看见了吗 今天晚上有烤全羊 还可以唱歌 你们游客来也可以摘 别说我说点 好残饮 简单冲一下 直接开吃 太棒了 后边那院 连村里边 还有机翼 有的是的话 有的是的话 农庄里边自己种的后院 比这个院子里边 这个还要大 还要漂亮 看看 姜豆角 黄果 有的是 你们吃的都是这种菜 多漂亮 今天晚上吃 萝卜韭菜馅的馅饼 韭菜馅饼 开始剁萝卜馅馅 去年农庄里种个大萝卜 这家萝卜根 我准备拿 把咱家的箱子拿上 想一大堆一大堆的宝贝 不是 下着大雨 这是你是哄俩孩子 你会不会哄孩子呀 我说不管他俩下雨 我跑了 把他俩扔点 我说你俩快跑了 我看 你看这石头漂亮吗 这是从河边捡的石头啊 好多比这漂亮的 那我真的拿不动 是吧 你这不行啊 所以这透链 今天中午刚到 晚上就下大雨了 看这雨 哗哗的 瞅瞅 三着衣洛汤鸡 看看 雨刚小点啊 晚上上菜喽 开席了 走菜喽 烤鱼上菜 上菜喽 不够的严 小钱菜 这玩意乎他们这自己腌的都是 挺好 给大主任把头发梳上 赶紧吃饭了 臭八方酥 哈哈哈哈 不过他真鸟横 嗯 我们跟他们晚上团餐是吃的一模一样的啊 他们也是一百七三顿饭是吧 这是晚上的正餐啊 两个正餐 一个早餐 来一个茄泥 然后每周都送了一个小钱菜 哈哈哈哈 这是半肘花啊 然后园区的豆腐 然后炖一褲子 对 然后有那个小野鱼 炒一个窝窝 再来一个豆腐汁 四喜丸子 红烧鸡翅 园区的黄瓜白花米 柴鸡蛋再来一个熊翅 还有一个山楂 这是洋葱炒废头 开喝了啊 还有菜呢 还有菜呢是吧 开喝 车都满了 装主比较能喝呀 来吧 等一下 这什么客人有需要陪酒的 我们庄主可以 庄主能陪一下 可以轻易陪 哈哈哈哈 来 有劲 来 收一个 收一个 收了 我们大姨说有点小事 天要不转客啊 哈哈哈哈 我再说我这家感谢你 还是我这些粉丝比较铁 相信我们两口子 然后是吧 这条地方还是比较不错 是吧 看看 吃的还可以的 这是北京怀柔琉璃庙 狼虎哨大石窑度假村的这个晚间的夜景 现在是7点一刻 天还没有 黑呢 看 特别的舒适 这是今天晚上来大石窑度假村 然后做团建的35人的团体 可以在室外 吃饭 然后可以唱歌 看见了吗 气氛特别好 这是从通州过来的大哥大姐啊 粉丝朋友们 唱唱歌 挺好 三轮车云彩 他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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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看看 开喝上了 开喝上了 哦塞 开始唱歌 团建吃完饭喝完酒 然后可以唱歌 室外的啊 特别凉快 小吃饭 小吃饭 好